原标题 七大韩剧女神金西对比 宋慧桥依旧少女 李多海却像换了个人 八千零九十的青春期 大概跟大表姐一样 都比较喜欢追韩剧 转眼八千零九十的同学们 都已经是奔三和奔四的老同学 模样照比当初也发生了 些许变化 那么当年让我们疯狂 喜爱的韩剧女神金西对比 有什么样的视觉冲击呢 韩采恩出生于1980年 19岁那年因参演电视剧 蓝色生死恋出道 之后还拍了豪杰春香 火花游戏 威尼斯恋人等经典韩剧 是我们印象中介质 比较出众的一枚韩剧女神 转眼她入行快要二十年 现在的她已经是一位 快要四十岁的女人 不过看她如今的状态 完全不觉得她快要中年 金西对比 只觉得她退去了婴儿肺 看着更加清新 女心都离不开化妆品 而妹比女神韩家人 却是一枚不化妆 更好看的女孩 喜欢韩剧的同学们 一定跟大表姐一样 最爱她在电视剧里 留短发的样子 转眼这枚短发女神 已经三十六岁了 如今的她 留着长发波浪卷 画着妆很好看 但是失去了当初那古灵器 李多海出生于1984年 2007年二十出头的她 凭借电视剧 《我的女孩大红大泽》 不仅她精彩的表演 让人喜爱 她精致而又有喜感的 长相更让人欢喜 转眼电视剧播出已经十一年 李多海的变化 也是翻天覆地的 精细对比大表姐 竟然看不出是一个人 谁说韩国女星 都是大眼睛高鼻梁小嘴巴的克隆脸 权志贤就是长相很独特的一枚女星 1999年18岁的她 与影视表演 结缘转眼入行都快要二十年了 如今的她不仅留下触不到的恋人 《我的野蛮女友》 楚菊 盗贼同盟 来自新型的《你等好》作品 还升级成为人母 年纪增长了 精力也变得丰富了 今夕对比她模样 虽被别 但技术差异很大 我却是一枚青色的小女生 如今是气质妩媚的大女人 天生励志的宋慧桥出道也很早 15岁就通过模特大赛出道 16岁开始拍戏 至今已经拍了20余年的戏 在影视作品中 她来回演绎了许多人的人生 不过肌肤一直娇那如婴儿的她模样 也是丝毫未变 今夕对比 她丝毫未变 仍给人感觉像美少女 孙玉珍是韩国比较典型的天然型美女 拥有一双迷人的大眼睛 在她的美好年华也拍摄了不少好作品 转眼她也36岁了 如今的她气质出众 样貌也好看 不过照比当年已经少了一份灵气 2001年20岁的张纳拉 以歌手身份踏入娱乐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